桃園摩鐵在確定是確診者足跡之後 離離外外展開大清宵 加勒福中立店也因為確診者曾經到過 而大動作消毒 17日桃園又新增一例確診個案 這名個案是一名40歲女性保險業務員 因為出現發燒症狀前往診所看病 經採檢後PCR陽性確診CT值達17 病毒量偏高 我們已經居家隔離12人 這名保險員因為工作的關係 曾經到客戶家中拜訪 約一個小時 拜訪期間客戶的母親出現咳嗽症狀 經PCR採檢也是呈現陽性確診 指揮中心將於18日公布 但是到底是誰傳給誰 目前還不清楚 保險員足跡相對單純只有在 7月11號到過加勒福中立店 另外桃園也公布了確診者 20多歲無業男子的足跡 7月9號曾經到過百老匯汽車旅館 桃園目前仍有4例不明感染源在釐清 分別為診所業務貨院行員工 無業男子和保險業務員 是否加強疫調要盡快 斬斷隱形傳播的感染鏈 記者劉志展呂一傑桃園報導 目前為止台灣的方向 劃採檢件 духов方向 conhe知 發展 大家 賺 Indotics Dimmpre 遊 昨天 gives 這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